那麼除了綠扁帽來呢 因為我們要買F-16V 那他們也賣我們新的武器 主要是飛彈 說這個有各種飛彈 有五十枚AGM-154飛彈 雷神要為臺灣生產 然後他是空中長城打擊的武器 另外AGM-844HK空射魚叉飛彈 所以將來可以延伸到大陸的 這個範圍裡面 鳳希怎麼看 當然我覺得其實現在 在美國全力的武裝臺灣 這是他的既定政策 那麼最明顯 當然我們現在要問 就是說綠扁帽當然鼎鼎大名 但綠扁帽的功能是什麼 綠扁帽的功能 最大的目的其實就是打游擊戰 尤其是在敵人佔領區打游擊戰 那我很想問他們訓練臺灣的 這一些警備單位的人 然後去受綠扁帽的訓練 目的只是為了能夠控制無人機嗎 如果只是控制無人機 我告訴各位 一批教官來就夠了 而不是你去訓練 因為綠扁帽來 他目的還是要訓練戰術戰技 而這件事情到最後 難道他寄望的是 臺灣真的變成敵人佔領區之後的游擊隊嗎 這點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麼因為武裝臺灣之後的結果 究竟會是什麼 這點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從2014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佔領了之後 美國其實就全力的武裝烏克蘭花了八年的時間 全力武裝這裡面 而且他們不是像臺灣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的軍隊教官來了這邊之後 他還不能夠公開 他還必須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然後儘可能的不要讓他的這個身份曝光 可是在烏克蘭不是那是大大方方的 而且甚至於彼此之間還是有共同的演習 那時候每一年在黑海海上微風演習 年年舉行 可是2022年2月24號 俄羅斯戰爭爆發了之後 那美國軍隊有參與那個所有的戰場嗎 沒有一個都沒有 就是提供軍事武器 提供軍事武器 提供軍事武器 而現在我們看起來 烏克蘭其實快要面臨 淡盡源絕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烏克蘭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看美國要武裝臺灣 但是美國基本上還會要求說 嚇阻這是屬於武裝的部分 以及再保證 那這個保證的部分 臺灣做了什麼 能夠讓中國大陸 不要去打臺灣這件事情 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問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最後提一點 最近國際上面 大家關注的就是中東的情勢 那麼美國的在約旦的 一個很小的基地 三百多人的基地被攻擊了 那他說這個是伊朗 在後面支持的民兵單位 所攻擊的 那你點名了伊朗 他現在回擊了 隔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回擊了 回擊哪裡呢 回擊伊拉克 敘利亞的伊朗 所支持的民兵部隊 他說是這樣子 那攻擊了八十五個地方 那最後死傷最慘重的 都是平民老百姓 伊拉克政府自己公佈了 他說平民老百姓 死傷非常的慘重 那你們怎麼可以在我們的這個領土內部呢 然後這樣攻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make up 第一個你既然說是伊朗支持的 那你攻擊伊朗了嗎 沒有 因為它的底線就劃在 它絕不跟伊朗作戰 第二個部分是 既然你說是伊朗所支持的民兵 那你就很快的就攻擊就好了 為什麼要隔一個星期 你才開始展開攻擊 英國的軍事專家說得很清楚 就是要讓這些民兵組織撤退 讓他們沒有任何的損失 就我攻擊你的地理位置 但是絕不讓你的這一些民兵 有任何的這些真正的死亡傷害 那為什麼 如果說他今天面對伊朗 他都盡量避免觸怒伊朗 盡量避免跟伊朗開戰 伊朗是一個中等強權國家 當他面對的是中國大陸這個跟他一對一的 可以在中國大陸附近 可以對抗的這種稍微的超級強權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美國會武裝台灣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武裝台灣之後 到底能不能讓台灣避戰 關鍵點在我們的政治 因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